按照上次的慣例 我們在三百位那邊現場 也要有一票 黃紫嬌 好 這一票我投給建盛 好 建盛一票 Summer 李建盛 兩票 寬潔 不好意思 我投給倫巴 倫巴一票 同一票 同一票 雅銘 我投給倫巴 倫巴 老師 二比二 我覺得剛才建盛 真的就把他第一首 所缺乏的感覺 就完全在他PK的歌裡面 表現出來了 這樣就對了 我選建盛 謝謝 謝謝 恭喜 恭喜建盛 恭喜 謝謝一人把來拍照 謝謝 謝謝 感恩 其實昨天我是有點緊張 所以你看我歌詞都被記不熟 那麼短的歌詞還是記不熟 這是我歌唱比賽最大的障礙 因為我記憶很差 我腦袋裡除了我老婆的影子之外 沒有別的東西 哈哈哈哈 我剛剛看你的手上面有什麼 小抄 他有沒用到 我不敢去 我是有小抄 寫了一下我的小抄 我剛剛就幾個字忘了 好像是 我忘了哪一句話我忘了 就 一句話我忘了 那小抄我也沒看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不是 因為我想很自然的唱歌 所以不敢抬手這樣看 這不自然 所以我整個 整個融入在我的情緒裡面 其實我本來想說 我看能不能夠 獨孤求不敗 但是感恩 現在是獨孤求敗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感恩 沒想到在第一組的賽事 就營造了這麼緊張的平手場面 當然任拔也可能 待會兒又被觀眾救回來 也不一定哦 接下來要登場這位呢 當時他來海選的時候 他說我從香港來了 結果他晉級了 今天為了進入 我要當歌手的舞台 他回了香港 把工作都辭了 就是要在這裡圓夢 一起來歡迎趙丹妮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來自香港的 姊丹妮 那我要叫丹妮 平常朋友都叫我Chloe 那其實香港的生活節奏 一直都很快 那像我身邊的朋友 也是一畢業的話 就馬上就來找工作 香港的信任也是很多 而且發展也沒有說 真的很理想 所以家人也是希望我 就是馬上出來找工作 即使我一直想參加比賽 但是也不敢踏出那第一步 那直到去了 Outro Working Holiday之後呢 我有認識很多台灣的朋友 那他們也就說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唱歌的話 你可以回去試一下啊 那後來我就想一想說 還是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所以我就鼓起勇氣 來台灣上菜 謝謝 這一次我是為著 我的夢想進發 我想要登山台灣的節目 成為一個法片的歌手 趙丹妮小姐 對 大家好 小媛姐好 各位評審好 我是趙丹妮 那其實我自己 一直都很喜歡看 台灣的歌唱比賽 但是一直都沒有鼓起勇氣參加 那去年大家都說就是 世界末日 就剛好是我生日那一天 12月22號 那我想說 既然我還活著的話 我一定要就是 好好的給自己一次機會 所以我把工作辭掉了 來比賽 就希望有一次機會給自己 因為我真的很想當歌手 謝謝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節目 不要讓你活不下去 生活困固 好 不過呢 人有夢想是最偉大的 來 機會 命運 要自己選擇 機會 命運 請選擇 選機會 機會 有嗎 加油 加油 肉質的對不對 我們來 那我們來看看命運是誰 還好 好 我們來請烏凱文到現場來 七千兩百分 好 最後成功取得衛冕資格的他 證明了自己的歌唱實力 然而首次擔任衛冕者身分 即將接受其他好手的挑戰 這讓受過專業台風訓練的 烏凱文主播 露出少見的緊張神奇 今天也還是滿緊張的 因為就是據說 今天的對手又更小了 所以今天就是盡力表現 希望還可以帶你去 歡迎凱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視的主播凱文 很開心 我覺得今天要在這邊 好緊張 好緊張 對 Dini,現在要唱什麼歌 我要唱的是 我真的受傷了 真的受傷了 好 來,請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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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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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看 演唱 李宗盛 我想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接受我聪明聪明的 几乎都会掉了我自己 想问天问大地 或者是眉心问问宿命 放弃所有 抛下所有 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你也不必牵强在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的评测 慢慢的评测评凭凑 整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我不愿再放纵 也不愿每天每夜每一秒漂流 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我的梦 我想先问一下雅铭 唱片公司老板 如果这两位女生到你公司来试唱 你会选择谁 我觉得两位的外形都很漂亮 这不是在挑选美 当然漂亮我们才会再见 才会听声音 所以这两位的声音呢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基本上 都有一定的条件 其实如果说以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还是要经过一些基础的训练 凯文 以选歌来讲 我觉得你今天歌显然是比较大的歌 然后再加上主播的训练关系 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出来的 那个清晰度会 会相信之下会比较好 但是呢 丹尼的声音我还蛮喜欢的 他声音很甜 然后再加上年轻 他的歌我觉得 跟他的人的感觉 我觉得也蛮搭的 唱歌的部分 老师都已经有做专业的解说 但是我如果以外形来看 跟你们表演的程度 我觉得凯文自己选这个歌 自己都没信心 他唱歌的时候 整个眼神一直在飘 那相对丹尼 我觉得他已经决定他要唱歌了 然后丹尼腿很漂亮 谢谢 我觉得都还不错啦 各有特色啦 听你这么简单的举角 我心中一两 是吗 对不对 评审讲话讲得很简单 因为两个美女嘛 好 其实两位来参加 我觉得 其实选歌真的蛮重要的 不过我们还是来听听 那三百位的观众朋友 是怎么的想法 我们要打分数了 好 在我们第二现场的 三百位观众呢 常常都会跟着 第一摄影棚的朋友呢 吟唱他们喜欢的歌曲 像刚刚这位呢 他虽然没有开口唱 不过他却眼眶湿了 什么状况 在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 你就眼睛泛红了 因为其实这一首歌 我没有很熟啦 那我只是知道歌名而已 他歌名就叫做 我真的受伤了 对 那刚好他那时候唱的时候 我就 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刚好就想到 之前 一点感情的 小小状况 是 对 然后就听一听 听一听 然后就想到 之前的那段日子 然后在那个时间 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 就那样子了嘛 是 对不起 但是也表示他唱得还不错嘛 就有让你进入歌的世界里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你哦 好 谢谢 展开一点 去KTV不要点这首歌 好 后面这里呢 有这个打扮很时髦的朋友 来 你看完这两位的表演 丹妮跟凯文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丹妮 他的声音比较有 就是可以抚慰人心的声音 对 你感冒 对对对 好 不要传染给我 我赶快转这边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是 无主播唱的 让我很有感觉 很有情境 很有画面 就是感觉 一个人在放空的时候 会想到某个人 就是很闲的话 对 所以我觉得 自评老 自评老师 让我觉得不是 就觉得 他觉得说 他唱得好像还好 可是我觉得 非常的好听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是在呛自评老师 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感觉说他说的不好 真的没有 我没有这样讲 但是就是你的意见 跟老师比较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非常好这样子 谢谢你 你一生很多这种饰品 你是宽姐的保镖吧 哎呦 我很少在别的棚被亲 还这么害怕的 明明隔得很远 还是有一种杀气 好 各位朋友 到底这两位 谁能够晋级呢 我们把现场交给小燕姐 现在我们还是要来看分数了 丹妮 看完 分数是 先看赵丹妮的分数 今天是从香港特意飞过来 上比赛 那机会很难得 希望自信可以过关 继续留下来 七十七分 七千七百分 展现强烈决心的赵丹妮 获得七千七百分的好成绩 造成台式主播 吴凯文强烈的威胁感 好 凯文的分数是 七七 七七 吴凯文能获胜吗